我觉得它的股价反弹还没完结 因为今天虽然出现一点点条件的压力 但是看见成交也不是太多 加上投资者也不知道何时回到台湾上市 也不知道在港股垂牌的时间 他们用什么价钱去违扣他们的股份 所以我觉得在结果憧憬下 我觉得它的股价应该在短期而一年有机会上涨 直到那个4块钱的水平 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已经见到点部的情况还没出现